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今天就可以提早下班 早点回家来轻松一下 爸爸 那可不可以麻烦你先把洗衣来 你们的衣服拿去洗啊 好啊 我看完报纸就去 你昨天也这样讲 嗯 爸爸 爸爸 真赚钱 这是什么 什么东西啊 好臭哦 我猜啊 问题是什么东西了 为什么穿她臭袜子会在沙发底下 哦 这个袜子 哇 我找好久 原来她在这里啊 这个就是因为有一次我就脱袜子 可是呢 整条她就 然后呢 她跟你讲什么事 是你自己随便乱丢对不对 好了 妈妈 你不要为这种小事生气嘛 没有生气嘛 我只是等不懂 为什么你每次都要这样子 哪有每次都这样子 你没有 好 昨天我在餐厕底下 剪到一双臭袜子是谁呢 还有 昨天在浴室的地板上 又有一双臭袜子就是谁呢 妈妈 你说的浴室地板上 其实就在洗衣篮旁边 对 就在洗衣篮旁边 为什么你不能顺便把它丢进去 老师这样东西一双乱丢 发错了我都不知道 真的很恶心耶 还有 上次我还在床底下 剪到一双臭袜子哦 上次 嗯 你讲这件事好像是十年前的事吧 对 你也知道了 所以我们结婚以来 你没有一次会乖乖的把臭袜子 脱下来之后就对得洗烂力的哦 好的 妈妈 不要再念了 我现在要立刻去处理这件事 而且把所有的袜子全部洗干净 不要生气 好不好 不要生气 不要生气 你是不是叫我不要生气 如果你最好我怎么可能会生气 好 不要生气 如果你天后被人把我丢进去了 我怎么会想 真赚钱 妈妈 你怎么拼 请抢答 大致 什么事 我跟他说请抢答 你怎么没举手呢 我的想抢答就忘记举手了 但是 你的工作是负责抢答题机会 我是负责分数资料 你反应那么慢 难怪我们会最后一名 过两天还有一门课 你要认真点练习哦 好 真巧 大致 这个吧 你好 你好 坐下来 坐下 你们在聊什么 我们在进行翻身计划啊 啊 什么 翻身计划 对啊 进行英文课 我们来抢答游戏 我跟他一组啊 他每次都在别人举手之后才举手 都一抢不到答题机会 我们就最后一名了 哎 真巧啊 你不能这样子怪大致啊 没关系啦 郑爸爸 最近有他说的没错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每次都会比一比一乱 好 那你们的 计划是什么呢 就是要让大致的反应速度变得更快 像这样子哦 一二三 请抢答 大致你怎么没举手 对 好了 好了 爸爸认为啊 你们老师设计这个抢答游戏 只是为了要增加你们学习的乐趣而已 放轻松一点 不行啦 我们每次都最后一名 今天连输十几次了 大致 下次我们一定要赢 嘿嘿 加油 爸爸 呼吸好了没 不好意思 我都忘记 我是进来收衣服的 好 不跟你们聊了 加油 大致 加油 好 再来一次哦 嗯 没有 你怎么听 请假扒 大致 对不起 我头昏昏的 你们家有没有谈过啊 哦 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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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果切好 我出来吃了 好啊 我脱个袜子就去啊 哇 哇子脱下来 应该放哪里呢 嗯 铺在床上 妈妈应该不会想要跟袜子一起睡吧 挂在墙上也不错啊 可是妈妈又不是圣诞老人 那 还是乖乖的放回洗衣栏里面吧 回洗衣栏了 回洗衣栏了 一次 两次 三次决定回洗衣栏了 妈妈 你有没有看到 我这两天表现不错啊 袜子我全部都乖乖丢回洗衣栏 对啦 对啦 可是才两天耶 等你养成习惯再来说 养成习惯有什么难啊 早就准备好了 看着啊 来 在干嘛啊 嗯 这是给我看的 脱下袜子放回洗衣栏 没错啊 这样就可以提醒我自己啊 我不只贴在这边哦 客厅门口我也贴了一张啊 嗯哼 想到这种方法是不是很聪明 嗯 聪明 聪明 可是要真的有用才行 哎 你不觉得我这两天表现已经不错了吗 你有给我点鼓励吗 爸爸 你又来了 又什么啦 自己看 很好啊 不都丢到洗衣栏里了吗 丢什么掉啊 你马桶盖没有放下来啦 对对对 不好意思 好 马桶盖放下来了 一直疏忽而已嘛 你上司也这样 你上上司也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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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每次都这样 你让你可不可以克制一下自己 我克制什么 好好 你就只会说好 那你就不会记得放下来吗 啊 还有还有 什么事都要我做 下面是两个人一起维持的吗 为什么你什么都不记得呢 你想想看 你路马桶盖每次都不放下来 对我只来讲 真的很不方便 对对对 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 你就不能把它学起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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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敲门 来啦 加油 来 道士 来 进来 欢迎 真巧 道士来教你了 来 换鞋 来 换鞋 真巧 你跟爸是什么啦 蛤 是不是你们今天在英文课玩游戏就输了 诶 真爸爸 你怎么知道 我们又是最后英文 走走走 没关系 好 大志 我不要再跟你同一组了 上次你抢答都抢不到 这次好不容易我抢答了 结果你又找不到正确的资料 怕我们又最后二年了 对不起 我翻书很慢 大志 不 抱轻松一点 抱轻松一点 不好意思 我在家里都是这样子练习抢答的 没关系 没关系 轻松一点 嘿嘿 僧妈妈 你输了耶 大志 想不想来参观一下真爸爸种的植物啊 好 好 大志 好 走 来 好 来来来 真巧 妳剛才說妳都不想再跟大志同一組了 她看起來還蠻過的耶 我是說實話嘛 我不想要每次都追光明 很丟臉的 可是妳覺得大志是故意的嗎 他不是故意的喔 那妳認為他有沒有努力 有沒有進步呢 搶答有進步啦 可是還是派不上用場 真巧 媽媽跟妳講 每個人都會有優點 也會有缺點 不可能有一個人 她是百分之百都完美的啊 對不對 妳想想看 如果妳現在很努力的在改變妳的缺點 做了很多的改變 可是媽媽都只看到妳不好的事情 還嫌妳不好 妳會不會很難過啊 會啊 那就對啦 一樣的道理嘛 妳看大志 這一次這麼認真的在練習強搭 妳應該要鼓勵她啊 而不是只照顧結果 一直看到她不好的行為 不好的事情去嫌棄她 其實媽媽覺得大志是一個很好的學習對象 懂嗎 大概懂了啦 嗯 好了 大志 如果妳有興趣啊 改天吃媽媽送妳一盆 讓妳好好研究研究 好不好 好 來 坐 嗯 妳要不要吃水果啊 好啊 好啊 我們家正好有切好的水果 來 我們去那邊吃 吃水果 吃水果 好特別喔 來 媽媽 洗碗澡了 嬉皮笑臉 在 媽媽 我覺得妳昨天跟曾喬講的那一番話 非常有道理喔 妳看 多看看別人的努力 少去記得人家以前犯過的錯誤 喔 妳的意思是說 我只會計較妳以前犯的錯喔 嗯 我哪有 喔 媽媽 妳看這是什麼 來 爸爸 妳問我妳把麻糬給妳放下來了 上次妳也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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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是我忘記不是爸爸啊 這是昨天晚上的 嗯 還有更精彩就是今天早上的 來 爸爸 爸爸旁邊又撿到妳的上襪子 上次也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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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 媽媽 這是乾淨的襪子 我等一下出文要穿的 嗯 爸爸 啊 妳想怎麼樣 對不起囉 老特爺 對不起對不起 是我錯了 我們該那麼唠叨的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對不起 吸皮笑臉 好 是我錯 我不應該吸皮笑臉 對不起老特爺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常常聽到慈禧的師姐們說 一個人不怕錯 就怕不改過 改過並不難 我們總是習慣計算別人的過錯 勝過注意別人的優點 可是計較別人犯的錯 不但不能使自己進步 還會讓人不快樂哦 其實 昨日種種譬如昨日死 今日種種譬如今日生 不管什麼時候開始努力 都來得及 就像紫月村裡面的這個故事一樣 紫月村裡面的這個故事一樣 好 你在偷聽什麼呢 別喊 誰在外面呢 先生 我們給您和知見大人送水來了 謝謝你們了 進來吧 都怪你 說不定 真讓我聽見縣太爺出的題目 我那可是救你 我說阿狗啊 你啊 別再多賣腦筋了 明白不 你們知道嗎 後天的考場啊 就設在縣崖的公堂 不得交頭進耳不得互通消息啊 哎呀 不就是不許作弊嗎 這樣才好 才算公平 聽我爹說 為了防止作弊 每個座位的前後 還有右邊 全都用盧尾錫隔開 就好像殘 在殘檢裡一樣呢 哦 那左邊呢 幹嘛不也封起來 釀著給誰啊 哎呀 左邊是給監考官學士監督的呀 哦 不夠 不夠 我跟你們說 倒有件好事 這童子考 還能有好事 別騙我了 哎呀 我聽爹說了 這次考試的前三名 除了披紅掛花 縣裡還要重重抗賞呢 真的 是真的嗎 我說錢大少 你爹沒把考題跟你說了吧 沒有 沒有 誰信呢 你跟我們透露一下嘛 沒事的 那天我倒是跟我爹問來著 看看 承認了吧 你爹是怎麼說的 不多不少 三道 三道 主板子印 主板子印 就印在我的 哪哪哪 弄 屁 啊 就是我爹給我寫的童子考試題 看著看著 哥 哥 哥 你怎麼才放學 今天 縣太爺在學堂宣講了紅子室考試的闺女 真羡慕你 好 早我們古城縣五天就考完了 好一身輕鬆啊 哥 這有什麼好羡慕的 等後天 哥考完 不一樣會感到輕鬆嗎 我哪能跟你比啊 嗯 我說 論語背錯不全 孝敬你也一樣 嗯 全在腦子裡打劫 哎呀 我就說嘛 該等你考完再來玩的 這不打擾你了 唉 什麼話呀 不就是個小小的童子是嗎 我正在想別的辦法對付呢 嗯 哥 除了努力和加油 哪還有別的辦法呀 嘿嘿 是在人為 等我想好了辦法 你呀 就知道了 走吧 走吧 我娘正等我們呢 走吧 走 我回來了 阿狗 你弟弟呢 我弟弟上茅房去了 阿狗 放了書包 快洗手 準備吃飯了 大嬸 大叔 我是阿兔 你們又認錯了 啊 我看看 我看看 他呢 哎呀 可不是 又錯了嗎 哎呦 他爹啊 你說這哥倆 不過是堂兄弟 這怎麼長得這麼像啊 哈哈 這有啥奇怪的 你想想 我跟兔兒他爹本來就是雙胞胎嘛 倆一樣的爹生下的兒子 也不會差到哪去 爹 爹 娘 我回來了 哎 鸚鑽 啊 插狗 跟阿兔表面看來倒是挺相的 可是如果仔細分辨還是能夠分辨出來的 就是精氣神有些不一樣 啊 阿狗 你也多跟你弟弟学学 你看人家 他在线上童子适中考了头名 连我这当大婶的 也都跟着脸上增光 这个头名 我是不指望了 我只图你能过了这一关 可是你要是连这一点都做不到 我饶不了你 我死定了我 阿狄你不知道 这次古城的童子是有多严呢 一点孔子都没有 孔子 哥哥你不会是想钻孔子 想门混过关吧 废话 亲兄弟跟前不说假话 阿狄 我无计可施了 就成最后一步了 你想干嘛 就全靠你了 浩天 你替哥去考吧 说什么呀 让我替考 哥 这要是检查出来 可是好大的罪 我说 咱俩长那么像 我娘都没认出来 别人怎么会知道呢 不然这样 明天你先去学堂替我上天课 给你试试胆子 那要是被认出来 怎么办呢 认出来 咱们这事就当算了 我也不求你了 这 右边数来 靠车 第二个座位 姚科同学 你把作业发下去吧 姚科同学 来 帮先生把作业发下去 好你个阿狗 没事醒吧 干嘛把你的本子给我 这也不是我的 是虎子的 你怎么搞的 对不起 对不起 阿狗 我是换了虎子的本子 虎子的成绩就变成你的了 自己要努力嘛 对不起 对不起 我错了 你说的对 我哪里对了 是对了呀 大学传九章里说了 事故君子有诛己 而后求诛人 君子要先从自己做起 就算别人要帮 也得自己先做好了 人家才帮得上忙呢 呦吼 这个阿狗好像换了个人似的呀 是啊 连说话的声音都变了 可不是吗 还能引进据点呢 真不像我们的阿狗了 大家别这样说 姚同学若有变化 往好处成长了 我们不正应该效仿 孔子所说的 与其进也 不与其退也 大家更要鼓励姚同学才是啊 姚同学 你坐下吧 哎 是啊 姚科就是缺人鼓励 就贪着玩 读书老不踏实 其实论资质 哪点输人呢 是吗 不说别的 你那脑子至少剩我几倍都不止 就是不爱读书 全白费了 算了算了 我也不逼你 这同学试我自己去考得了 鲁哥 阿弟 你先别回家 留在我家 陪我多玩两天 算是给我的面子 哥 你怎么还说戏气话 我可以留下 我帮你复习功课还不行吗 别傻了 阿弟 现在离考试怕是不到十个时辰了 复习什么呀 不 哥 你为什么不这样想 明天用试 还有十个时辰 十个时辰 哥 十个时辰 能做多少事情 时间就像这河水 孔夫子说得好 适者如私夫 不舍正业 你要是浪费了 可就再也回不来了 还有十个时辰 对 还有十个时辰 那我们还等什么 还不赶快回家读书去 走吧 子曰 过而不改 是为过矣 意思是说 一个人如果知道自己有过错 而不去改正 那就成为真正的过错了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这是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 意思就是告诉我们 一个人不怕错 就怕不改过 我们都是凡人 都有犯错的可能 但是可怕的是 犯了错却不知道悔改 孔子甚至认为 知道过错而能够悔改 是天下最大的善行呢 谈笑之间 论人 论家 论天下 告诉世人 经验 深情 鲜修身 人爱的心呀 爱人 爱的爱正当 告诉世人 可及福里能的人 能的人 pits And we're like butsting on the other权 有人超过 create a stream991 回inner 完 tab 孔组我就及婚戒 祝我爱上 有你的笑容普体 让我理想在你的目方中前帝 和身边 人吝zek 风吹向昨天的风铃 吹动了我的心 其中盛开明天的风景 把恩用力帮我同心